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四題 簡單複習債券市場韓息價和除息價的概念 韓息價又叫做Dirty Price 或是Cash Price 除息價又叫Clean Price 或是Quoted Price 那為什麼叫做Quoted Price呢? 因為基本上外國債券大部分都是除息報價的 他們是報債券的價格 是用百元報價的方式來報債券的價格 而且報的都是除息價 所以除息價通常就叫做Quoted Price 但是在台灣其實債券的報價通常都是直利率報價 所以直利率折現回來全部就是韓息價 就是直利率折現回來的東西就是韓息價 那真正要買賣債券的時候 要支付的就是韓息價 所以對台灣的投資人或是台灣的學生來講 他會對這種除息價跟韓息價的概念 會覺得很不直接 因為他覺得說我們要買賣債券 不就是付韓息價嗎? 那韓息價不就是找一個合適的直利率 把債券未來的現金流量全部折現回來 加走就好了嗎? 那我們台灣不就是直利率報價嗎? 所以對台灣來講很不錯啊 直利率報價 所以把報價直利率拿來折現 折現回來的價格就是買賣債券的價格 那很直接了當啊 幹嘛弄出一個除息價這種東西出來 所以就我的經驗來講是很多學生都很混淆 為什麼要對一個除息價的這個東西 那是因為國外其實都是除息在報價的 國外都是除息在報價 因為他們報的是價格 他們報的不是直利率 所以他們是報價格 但是報價格這時候就有點的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你到底要報除息價還是報韓息價 那有時候呢 你可能想要去比較不同債券價格 它的價格誰高誰低誰比較貴 最比較便宜 但是假如說呢 報的時候是報韓息價的話 那就很有可能發生了 有一檔債券它的報價很高 但是其實大部分呢 都是利息 因為它一定快到下一次的復習日了 那這樣的話呢就會 讓你有點混淆說 今天的報價很高呢 到底裡面有多少部分 是快要發的利息 那因為快要發的利息 基本上就是風險比較小的部分 所以你可能不是很在意說快要發利息那部分 因為你真的要比較是 這張債券跟另外一張債券 誰比較偏貴 誰比較偏便宜 那不大希望說 不大希望說這張債券報價很貴 是因為它韓息很高 它明天就要發利息 所以可能基於這個原因 那外國呢 它在報價的時候 在百元報價的時候 其實報的都是除息價 但是真正要買的時候 你還是要把印記利息加上去的 但是對它的學生來講 就覺得這個真的是很不直接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覺得說 我們就學韓息價就好了 幹嘛還要再學一個什麼除息價 那沒有辦法 因為你假如說你要放點國際的話 那國際的債券 假如是百元報價的話 真的就是在報除息價 好 那我們就很快的來 來那個複習一下好了 所以我們說韓息價呢 基本上就是除息價 除息價再加上印記利息 那印記利息其實就是 就是accrued interest 簡稱叫AI 剛剛我最近很厚 所以韓息價事實上就是 除息價加印記利息 那韓息價呢 是真正在市場上買的時候 必須要支付的價格 那就台灣的狀況來講 其實找一個殖利率 把債券未來的現金量 全部折現回來 基本上就是韓息價了 好 那我們就實地找一個例子吧 不然你聽完之後 你可能還是會覺得 嗯 那有怎樣呢 那我們還是找一個例子來算看看好了 那在台灣呢 關於公債的一些資訊呢 大概最齊全的就是貴買中心了 所以我們就跑到貴買中心去看看吧 然後呢這裡有債券 有交易資訊 然後我們就看看 哪邊可以用呢 即時行情我們按下去看看好了 那 嗯 交易資訊我看一下 看 日統計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日統計 對 在什麼地方呢 在交易資訊 然後有一個公債 公司在統計報表 然後有一個日統計 那我們看一下昨天就是12月27號 對 今天是12月28號 所以理論上就是今天最後一個工作日 好 所以 就這邊公平價格按下去 那因為呢 我們現在只 現在12月28號還在交易嘛 所以現在只能看見12月27號的那個 一些交易結果而已 那我們就把這個Excel檔就把它下載下來吧 那它裡面呢就會去 用現在比較交易活絡的公債 去畫出一個整理率曲線 然後呢 就把所有的公債呢 都幫你把它評價一番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好 就把它打開來 就把它打開來 好 所以 例如說我們找一下現在的10年期的指標公債好了 那應該是07109這一張債券 07109這一張債券 那為什麼知道它是10年期的指標公債呢 因為 因為就是經驗嘛 沒有 因為就是07 其實這是民國107年的意思啦 那1就是政府公債 109呢 事實上就是央行發的第9個公債 那為什麼知道它是10年期的公債 因為它的 據到期日呢 看起來9.8 一副就是剛發行的樣子喔 然後呢 它是 到期日 117年 民國117年 10月17號 所以事實上 它就是今年的10月17號才發行的 所以它看起來呢 應該就是最近的 發行的10年期公債 所以這個一定是10年期的指標公債 好 我就是這樣子去推算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嗯 就昨天來講 那其實呢 昨天是12月27號 那 這一個10年期的指標公債呢 它的 嗯 加權平均殖利率呢 就是0.8629 那從這個殖利率 我們就可以推算出呢 這張債券的價格 而且這個價格呢 是 除息價啦 因為呢 會買中心它希望 在公告的時候 那至少能跟國際接軌一下 所以呢 其實這個成交價 事實上是 除息價的概念 是除息價的概念喔 那嗯 假如說你真的要買債券的話呢 就必須要把印記利息 再把它給 算上去 才是韓息價 好 那我們 嗯 看看到底 到底 要不要來做一下 例子好了 那我們就 算來做一下例子好了 順便幫大家複習一下 債券的一些 概念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張債券呢 它的一些基本資料 就把它 寫一下 例如說呢 它有發行日 然後呢 還有到期日 所以呢 發行日就是2018年的 10月17號 到期日就是2028年的 10月17號 然後呢 嗯 下一次的 的複習日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算印記利息喔 所以下一次複習日呢 也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是一年 我們的公債是一年複習次啦 所以下一次複習日呢 就是2019年的 10月17號 好 那再來就是呢 飄面利率 飄面利率呢 飄面利率呢 就是0.00875 0.00875 那不要變成日期 這樣子 看起來怪怪的 0.00875 然後呢 再來就是殖利率 那殖利率呢 是 0.8629 0.008629 0.008629 那又變成這樣子 0.008629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去算一下它的 除息價 然後還有 陰際利息 還有 韓息價 還有韓息價 那除息價呢 其實Excel裡面呢 是有一個指令可以算的 那為什麼Excel裡面會有指令可以算除息價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國外來的東西 所以要跟國際一樣 所以它必須要提供了一個可以去算出席價的函數 這個函數其實就是price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 第一個是交割日 對了 我們忘了寫交割日 這下麻煩了 沒關係 再多一行好了 交割日 因為我們台灣的債券是T加2交割的 所以假如是12月27號成交的話 那是兩天之後交割 那兩個工作日就已經變成是2019年的1月2號了 那你可能會想說這個需要算這麼精確嗎 那的確是需要的 因為今天債券都有印記利息 每過一天就有一天的利息 所以每一天都是必須要精心計較的才可以 好吧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除席價 因此我們就把price的指令 就把它叫出來 然後呢就開始把該填的東西填進去 例如說 交割日就是2019年的1月2號 到期日就是2028年的10月17號 票面利率就是0.00875 值利率就是0.008629 那到期的時候還本多少呢 就是還本100塊錢 然後一年複息幾次 一年複息一次 那這個basis呢就是說 到底我們的季息是怎麼季息的 那美國的長期公債跟台灣的公債呢 其實季息的方式都是10季日分之10季日 也就是一年10季有多少天 分之呢 到底現在10季過了多少天 所以都是用10季天數分之10季天數的 那假如你是10季天數分之10季天數的話呢 這個basis呢 就要填移進去了 好所以我們算出來呢 除息價就是100.11249 那其實呢跟這個會買東西呢 所報的這個100.1125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確定 這會買東西呢 這個數字其實是除息價 好吧 那印記利息呢怎麼去算呢 那有一個指令呢 叫做ACCRINT的 就是accurate interest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來喔 好所以呢我們就看 他首先呢問你發行日是什麼時候 就把它按下去喔 然後呢第一次複習日是什麼時候 那因為第一次複習日就是2019年10月7號嘛 好然後呢交割日就是2019年1月2號 那票面利率是0.00875 好然後到期的時候還本100塊錢 也就是債券的面額是多少 就100塊錢 那一年複習是basis 其實就是1 好然後呢最後這一格呢應該是新的版本 Excel才有的啦 那他就告訴你說你假如呢要算 這張債券呢發行之後 到現在累積了多少利息的話 你就寫true 但是假如說呢你其實是要看呢 從上次複習到這次複習呢 到底已經累積多少利息 就寫false 那因為呢我們只是要算 到底從上一次複習到下一次複習呢 到今天到底累積了多少利息 所以我們就寫false 好所以呢算了之後呢就是0.1845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 數字弄成一樣好了 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所以呢寒息價呢事實上就是 這兩個東西相加喔 所以就是100.2971 好所以除息價呢就是貴買中心 所報的這個百元報價 那印記利息呢就是看到底累積了多少利息 兩個加東西來含息價 就是你真正呢要支付的價格 那你可能呢會有點好奇說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當然呢你假如不相信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用土法煉告的方式 算一次給你看 好所以呢我們就看看喔 就是說從2019年1月2號呢 到2019年10月17號 到底還有多少的期間 那我們知道呢 這個期間其實是365天嘛 那事實上呢我們被算已經經過幾天喔 所以從2018年10月17號 到2019年的1月2號 到底經過幾天 所以10月呢就是31-17 經過14天 11月就是3加30 12月加31 1月加2天 所以是77天 然後你要說呢 從發行到2019年1月2號呢 就是經過了77天 所以365-77就是288 好所以呢 現在不足一期的那個基零期 事實上就是365分之288期 好然後呢 下一次復習呢 其實就是加1加1 一直加上去喔 所以我們就是說 1再加上上一個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在下一期就是1.78期 然後在下一期是2.78期 一直到最後一次呢 應該是9.78期 9.78期 好然後呢 我們就把現金流量也寫下喔 那假如是百元報價狀況之下呢 那事實上 每次就是0到0.875 就是0到0.875 最後一次呢 就是0到100.875 好那我們現在呢 就 就把那個 現金流量折現 我剛才想說要加什麼符號 那就把它折現 那折現就很簡單啊 就是 現金流量呢 除以1再加上殖利率 那殖利率在這個地方嘛 我們就把它固定下來喔 然後多少次方呢 就是這個基零期的次方 然後就是加1期加2期 這樣子一起做下去喔 好所以就把它加總起來呢 我們就 把這個債券價格呢 就算出來 就算出來 所以算出來呢 果然是100.29708 你會發現呢 其實這兩個是一樣的喔 所以呢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說 貴買中心呢 它這種公平價格的 這張Excel表裡面呢 其實它這個成交價是除息價 然後呢 你只要直接把這個 用殖利率呢 把未來的現金流量 全部折現回來的話呢 折現回來就直接是寒息價 所以你就記住呢 債券在台灣呢 其實你只要把殖利率報價的東西 直接折現回來 基本上就是寒息價 那你只要算除息價的話呢 感覺很不直接 就是還要扣掉印記利息 才得到除息價 但是呢 在國外呢 它是百元報價 就直接報除息的價格喔 那原因我們剛剛大致猜測過了 那假如說你真正要算 到底要付多少錢呢 就要再把印記利息算出啊 兩個價種起來呢 才是寒息價 那為什麼我們要探討這個東西呢 因為不要忘記喔 債券的選擇權 那到底它那個履約價格是什麼 到底是除息價還是寒息價 這個差異會非常大 也就是說呢 這個完全要看契約上怎麼寫啦 那也就是說 這個到期的時候 那個履約價格是除息價呢 那假如是除息價的話 那但是你真正呢 在交易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代入那公司的時候呢 那個P其實是要帶實際的交易金額 所以假如說呢 今天契約上寫說 旅約價格呢 是除息價的話 那你要代公司的時候呢 就必須要再把印記利息 代進去 然後變成寒息價 因為公司裡面的所有的變數 都是要用實際交易的金額代進去 這個以後會說啦 那這邊只是告訴你說 為什麼我們就沒有特別去探討 債券的寒息價跟除息價 是因為在探討債券的選擇權的時候 那公司裡面的所有的變數 其實都是要用寒息價的概念代進去的 所以假如說你的契約呢 寫說我們旅約的時候 那個旅約價格是除息價的話 那就要特別小心喔 那個價格是不能夠直接帶到公司裡面去的 這個就是我們幫大家複習了一下 債券市場 寒息價跟除息價的概念喔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題喔 簡單複習如何計算債券的遠期價格 那為什麼會出這個題目呢 因為等一下我們在講債券選擇權的時候 那在早期呢 基本上都是用Break的公司去做 那Break的公司呢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所講的那種期貨選擇權的公司啊 那它的變數呢 也就是標的物呢 事實上就是期貨價格 或者是一個遠期價格的概念喔 那既然是遠期價格的概念 你要用它來計算債券的現貨選擇權的話 那你當然就是要把債券的遠期價格算出來才可以喔 那事實上呢這個遠期價格呢 我們之前已經在其他地方有講過 其實這應該是期貨部分那個地方的內容啦 但是呢 我們應該在某個地方也有講過 不過我們現在再很快的講一下 就是說呢 今天 遠期價格跟現貨價格呢 到底要怎麼去計算 尤其呢 假如是債券 假如是債券的遠期價格的話 你該怎麼去計算這件事情喔 好 那我們就說呢 假設 假設呢 你 嗯 我看要舉個例子好了 嗯 就說呢 假設十個月之後呢 十個月之後想要一張債券 十個月 然後呢 有 一個債券 有一個bund 一個bund 然後呢 嗯 這張債券呢 就是在 嗯 三個月的時候 跟九個月的時候呢 會發一次債券 那這個債券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 嗯 五塊錢好了 就叫做五塊錢好了 然後呢 債券呢 是百元報價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它的票面利率呢 其實是百分之十啦 那 每次發的時候呢 就發五塊錢 就發五塊錢 好 然後呢 你希望在第十個月的時候呢 你擁有了一張債券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到底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那第一種方法就是呢 現在 現在就買債券起來了 現在 然後買債券 買債券 那第二種方式呢 當然就是 先去簽個元期 契約 十個月之後再去交割債券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 現在假如買債券的話呢 你在T等於零的時候 那事實上呢 你就要付出 債券 它的那個 現在的價格喔 那假設呢 現在的價格是960塊錢好了 是960塊錢 T等於零 所以你看現金流行就是要付出 960 但是呢 當你T等於3的時候 那你發現呢 你就會拿到 然後呢 我就又變成 變成 新的 是 面的是1000塊錢 好 我們說報價是96好了 所以呢 你在今天的時候呢 就是要付出96 但是呢 在T等於3 也就是3個月的時候呢 你就會拿到5塊錢 然後呢 在T等於9的時候呢 那你也會拿到5塊錢 所以這是第一種方式 你呢 就是現在就買債券 你現在付出96塊錢 然後呢 在第三個月的時候呢 會得到5塊錢 第9個月的時候呢 也會得到5塊錢 好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什麼 就是呢 現在不要先買債券 買進來 你現在呢 先去簽遠期契約 所以現在是簽遠期契約 然後呢 就要去決定一個 遠期的價格 好 所以現在簽遠期契約 forward 那我們說簽遠期契約呢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今天是簽約嘛 然後呢 另外一件事情就叫 定 遠期價格 那這個價格 是現在就要定好的 所以 未來交割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價格 去做交割 所以呢 你就發現 10.0的時候呢 事實上 你的現金流量也是0 然後呢 3個月之後呢 現金流量還是0 9個月之後 現金流量還是0 但是呢 在第10個月的時候 第10個月的時候呢 你就是要付出F0 所以呢 用第二種方式呢 就是你今天跟他簽約完約之後 就都沒有任何現金流入或流出 等到第10個月的時候 就把當初約定的那個價格呢 就把它給那個付出去 然後得到一張債券 那這兩種方式呢 都可以讓你10個月之後 就得到債券 就得到債券 那假如說他讓你一樣好的話 那應該呢 他們的現金流量呢 歸到某一點呢 那應該要一樣 那會讓你覺得呢 不管是採用第一種方法 或者是採用第二種方法 對你來講 都是一樣好的 那事實上 你可以把所有的現金流量 都移到10.0來看 你也可以把現金流量 都移到10個月之後 然後的這個點來看 那我們課本呢 是喜歡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課本呢 是喜歡先把第一種方式呢 所有的現金流量呢 都先把它折限到10.0 然後呢 跟起初的這個東西加重完之後 然後整個再把它 複利到第10個月的時候 然後就令它等於遠期價格 這個是我們課本喜歡做的事情 好所以呢 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 假如說你把兩次的5塊錢 都把它折限回來 那這邊呢 我們就必須要有那個 無風險的利率 然後我們假設呢 無風險的利率是 看一下 就是說呢 三個月的無風險利率 三個月的無風險利率呢 假如是 百分之9好了 百分之9 百分之9 然後呢 9個月的 無風險利率呢 我們假設呢 是百分之9.5 百分之9 跟百分之9.5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可以把這個5塊錢 把它折限到10.0 這個5塊錢把它折限到10.0 所以呢 假如說這個都是連續負利的話 那事實上呢 就是5 然後這也是 負的0.09 然後呢 因為它只有三個月嘛 所以就是乘以四分之1 好 然後再加上呢 第二次 也就是9個月之後呢 5塊錢把它折限回來 但是呢 9個月的 無風險利率是 百分之9.5 所以呢 就是負的0.095 但是呢 因為它是9個月 所以就是把它乘以四分之3 好 這個事實上呢 就是把 兩次的 這個再息呢 就把它折限回來到今天了 好 所以折限回來的話 應該是9.545 應該是9.545 好 那因為呢 這個是證數啦 所以呢 你假如說 把它從 提出的96塊減掉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你提出負了96塊 但是你三個月之後會得到5塊錢 九個月之後會得到5塊錢 所以感覺呢 你提出好像沒有負到96塊 其實你提出呢 只有負的96塊錢 然後減掉呢 9.545 減掉9.545 好 所以這個事實上呢 就是你把未來拿到的支席 把它折限回來 跟提出的現金支出 去把它做一下 加加減減 然後我們再把整個東西呢 把它負離到10個月之後 那10個月之後呢 我們這裡需要有一個10個月之後的 無風險利率喔 那假設10個月之後的無風險利率呢 是10%好了 是10%喔 好 所以呢 你這個地方就是要 Exponential的RT 所以就是呢 Exponential 10% 然後呢 再乘10個月 所以就乘12分之10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F 就可以得到F 那這F算出來呢 是93.968 就是93.968 好 所以呢 我們就說 10個月之後 10個月之後 交割的債券呢 今天所簽訂的元期契約 它的元期價格呢 就是93.968 那這張債券價格呢 現在的集期價格呢 是96 那你可以發現呢 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遠期價格 比集期價格還要低 那是為什麼 那是因為呢 這張債券它會支席 它會支席 所以它的支席 又比這個利率還要高 所以就代表說 你現在提早擁有債券 對你來講 是有好處的 因為你可以拿到 蠻大的支席 那你假如說 現在不擁有債券 未來才去交課債券的話 那感覺上呢 就沒有那麼多好處 因為你就拿不到任何的支席 所以你假如說 未來才去做交課的話呢 那付的錢呢 其實是 比現在 就去買債券 還要更少的 那實際上呢 遠期價格跟集期價格呢 的算法 大概都是這個方式啦 也就是說 你都可以把它想成 你未來假如想要 一單位的標的物的話 那你有兩種方式可以做 一種就是現在買 現在付錢 那另外一種就是呢 現在不付錢 去跟它簽訂元期契約 然後呢 訂一個未來要交課的價格 那個東西我們叫做 遠期價格 然後你就說 這兩個方式呢 要讓你覺得一樣好 你就可以呢 去令這兩個現金流量呢 把它弄到同一個時點 是相同的 那就可以求出 現貨價格跟遠期價格 之間的關係喔 那大概都是這樣 千篇一律啊 不管是標的物會不會支席啊 標的物有沒有儲存成本啊 標的物有沒有便利收益率來講 其實大底都不拖 這一個想法 好 那我們就 第五題就講結束了 那其實第五題呢 是我們課本上的 21章的一個例子 再算在券選擇權的例子 所以我剛剛呢 就直接把課本翻開來了 或者直接引用它的數字 因為等於這樣的話 我們之後再講這個例子的時候 這個數字 大家就會覺得比較熟悉了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說 怎麼我再設一些數字的時候 好像有點停頓了 那是因為我在看這個例子 它的數字啦 那我也不可能算那麼快啊 因為你去看我以前的一些影片 那假如遇到這些數字 我是會直接打開Excel 就直接去算的 但是我剛剛似乎都沒有算得知道答案 因為事實上這是一個課本的例子 我剛剛只是把它照著講出來 那以後呢 我們在講到例子的時候 大家對這個數字就會比較熟悉一點